高龄社会来临 长期照顾服务更显重要 苗栗县政府为了感谢 长照服务员的辛劳 特别办理了表扬 包含多家机构和照顾服务员 共计112名 居服员蓝玉英 投入长照超过了12年 她也分享这份工作 需要耐心、爱心 能够获得资深敬业奖 相当有成就感 猫里有爱幸福常在 表扬活动温馨感人 致力于长照服务的机构人员 共112名或苗栗县长 需要长售价 我致力于提供本县 县民厂照服务 让县内的失能的长者 身心障碍者 都可以在自己熟悉 安心的社区在地的老化 这点再次的表示感谢 那么最主要我们还是 鼓励厂照服务人员 能够踊跃的投入 长照服务的领域 实际的来推动长期照顾的服务 抛函照顾服务员 居家服务督导员 居家长照机构 家庭托顾机构 家庭托顾辅导团 营养餐饮单位 交通接送单位 巷弄长照站都很重要 资深照服员 蓝玉英也分享心得 因为要很有同理心 还有要有爱心耐心 还有最重要是你要 必须要喜欢你的工作 然后我本身的个性就是很喜欢照顾人家 很有争议感 我自己自己觉得 所以这次拿到这个奖金就很有成就感 会再继续下一个12年吗 能力就是做到自己不能做的啦 我就喜欢工作就对的 很喜欢照顾人家 长照人员 面对受照顾者 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理解 也要适度的将情绪消化 让彼此能有良好的互动 正向发展